我们常常说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但我们也知道爱情常常会带来痛苦 如果你去翻看情感专家的微博 我们会看到好多人都在为爱困惑 相亲对象明明对我表示有好感 但是白天都不理我 总是说上班忙啊忙 只是在晚上跟我电话聊聊天 这正常吗 有的男生会说 我喜欢的女孩子都答应了跟我吃饭看电影 但是呢嘴上又会说要跟我慢慢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有人说我怀疑男朋友出轨了 是该假装不知道 还是我应该马上去跟他摊牌呢 哼你看爱情这东西真是一记慢性毒药 我们心甘情愿的服下 又总是被他折磨的心神不宁 以上的这些小症状 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经历 或者正身陷其中呢 如果是的话 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一本 与众不同的恋爱直男 为什么说与众不同呢 问问大家哈 以前你看到的恋爱直男 是不是很多都是类似于像深夜情感咨询 这类的感情倾诉 那今天我带来的这一本书 可能跟以往带来的内容大不一样 本书的作者阿米尔莱文 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他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 最厉害的是 人家还曾经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共同担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 你看拥有这么强悍的学术背景 对恋爱这门学问的研究和分析 无论是在理论性还是实际操作上 都是更具有权威性和专业价值了 另外呢 从内容方面来说 这本书也不只是给人一些老生常谈的感情建议 作者呢 会结合最近20年的科学研究 以科学的实验数据为依据 颠覆性的提出了一个关于恋爱中的依恋理论 在他看来 恋爱中人可以分为三种依恋类型 焦虑型 回避型 安全型 人们在恋爱中的行为表现 遇到的烦恼 都与他是哪一种类型有关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判断自己和你的那个他 属于是哪一种依恋类型 不仅能够更顺利的解决 你在恋爱中遇到的问题 还能够搞清楚 你与哪一种依恋类型的人在一起 更容易获得幸福 听到这儿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会说 哇 听起来好具有科学性和实际操作性啊 不过也有可能会有朋友会说 你说的这个依恋到底是什么呢 别着急 我们先来看看依恋的意义和由来 再分别详解本书作者所提出来的三种依恋类型 最后还会介绍两个让你恋爱更加顺利的小技巧 相信各位听完今天的这一本书 你至少还能掌握一下几个恋爱知识 第一 为什么说一个不称职的爱人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第二 当相亲对象迟迟不肯推进关系的时候 我该主动表白吗 第三 恋爱时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 严重影响日常学习和工作 我该怎么办呢 很多朋友在恋爱中都有过这样的小心思 为什么才分开 我又想和他在一起了 我这么黏人 他嘴上不说 心里会不会开始厌烦我啊 你看 古人都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这种恋爱中的依赖 到底是一种正常心理 还是一种过度的黏人呢 别担心啊 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大量的研究表明 当两个人恋爱的时候 彼此之间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连结 一种生理上的互相影响 也就是说 我们的血压 心跳 呼吸 激素浓度 都会受到恋人的影响 乍天之下还挺可怕的哈 我的心跳都会被对方影响了 万一哪一天得了心脏病 难道 还是谈恋爱惹的货了 你想的太多了哈 咱们先来看看科学研究怎么说 有一个叫做 詹姆士科恩的博士 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他让实验对象 接受脑部核磁共振 以测试他们的大脑对压力的反应 当这些参与者知道自己 即将遭受轻微电击的时候 他们头脑中负责处理压力的下丘脑 就会被激活 也就是说他们感受到了压力 但如果 让参与者的丈夫握住他的手 那这个参与者的下丘脑 几乎不会被激活 也就是说 当面临困难的时候 感到紧张的时候 伴侣的存在 能从生理上缓解我们的压力 除此之外 卡奈基梅隆大学的另一项实验显示 当人们知道自己的目标 得到伴侣支持的时候 会普遍感受到自信的增加 和情绪的提升 事业成功的概率 也会大大增加 还有 多伦多大学的一项实验也表明 对于轻微的高血压患者来说 一段满意的恋爱关系 会降低你的血压 把它保持在稳定的程度 以上的几项实验都说明 对恋人的依赖 不仅不会让我们变得脆弱 反而会让我们在心理和生理上 都变得更强大 好了 那些担心自己 是不是太过粘人的朋友 可以放心咯 你在恋爱中的依赖 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但是 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依赖心理呢 依赖的根源是什么 接着往下听 刚才我们讲到依赖恋人 对我们的有利影响 这一节咱们来看看 依赖的根源在哪里 在恋爱中 人又为什么会成为不同的依赖类型 这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从人类的进化历史来看 依赖的形成要追溯到远古时候 在人类生存的早期 自然条件恶劣 人类需要拼命想出各种生存策略 来增大存活几率 你想想那些与人结为伴侣 互相扶持的原始人 是不是比单打独斗的人 活得更长久更安全呢 趋利避害是生物体的本质属性 经过一代代自然选择过后 不依赖伴侣的人会越来越少 拥有依赖伴侣基因的人会越来越多 于是到了现代 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当中 都有依赖伴侣这样的遗传信息 以上是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在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个体意义上的依恋 这里呢 先要简要介绍一下 本书作者归纳的三种依恋类型 第一种焦虑型恋人 顾名思义 他们对爱情的需求度较高 敏感脆弱 标志性行为就是胡思乱想 哎呀 男朋友还是没有回我的微信 他是不是在跟别的女生聊天呢 这就是典型的焦虑依恋性 第二种 回避性恋人 这种人在爱情当中比较冷淡 他们不喜欢和恋人过于亲近 更看重自我的独立 大概就是现在很多人崇尚的性冷淡状态 第三种呢 就是安全性恋人 这种应该是最让前面两种类型羡慕的了 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恋情感到满意 既不会敏感焦虑 也不会刻意疏远 咱们再来看看为什么我们会形成某一种特定的依恋风格呢 作者告诉我们 个人的依恋类型主要是由于童年的经历造成的 如果父母对孩子关爱备至 及时回应孩子的情感诉求 那孩子就会形成安全型的人格 如果父母对孩子忽冷忽热 孩子就会对亲密关系异常渴望 从而形成焦虑的依恋类型 而如果父母对孩子一直不闻不问 非常冷淡 那孩子呢 也有可能形成一种冷淡的人格 作为面对这个残酷世界的一种自我保护 当然 不止童年的影响 长大后的感情经历也会对人产生影响 比如说 当你经历过一段痛苦的失恋 再面临一段感情 你很可能就会因为害怕受伤而不敢投入 成为回避型恋人 或者你可能会想着 这一次 我要把恋人看牢了 如此一来 你就变成了敏感的焦虑性恋人 而当你经历了一段美好的恋情 你就会对爱情充满信心 形成这三种依恋关系当中最健康的安全性恋人 你看 刚刚我讲的就是三种依恋类型人格 以及他们分别形成的缘由 再想想看 你和心爱的他分别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对号入座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针对每一种依恋类型 各自有什么样的招数呢 我们已经知道 依赖恋人是刻在我们基因中的需求 但是不同依恋类型的人 依赖的表现大不相同 我们就先从焦虑型入手 什么样算是焦虑型呢 从名字你也可以看出来 焦虑型的恋人在爱情当中 总是因为各种问题而感到焦虑 他们往往对于一段感情投入非常多的关注 并且经常担心恋人 是不是也同样爱着他们 想象你的身边 是不是总有每隔一分钟就让男生回答 你爱不爱我的女生 研究表明 焦虑型的人对人们的情绪变化 和事情的微小变动非常的敏感 这种高度敏感性让他们更为敏锐 但往往也给自己和恋人带来不必要的折磨 如何判别你是不是焦虑型的人呢 在本书中 作者提供了一些简单有效的测试题 让我们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 比如 你是否经常担心恋人会不会哪天就不爱你了 你单身的时候是否会感到恐慌 老想马上找人谈恋爱 你是否对恋人的情绪变动很敏感 如果以上这些问题 你的答案大多数为是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定 你的一恋类型是焦虑型 针对焦虑型恋人 有什么样的办法 能降低过分的焦虑 收获一段舒心稳定的恋情呢 作者给了我们以下四个建议 首先 你要接受自己的情感需求 没错 焦虑型的朋友们 不要一上来就觉得 我这么黏人是不对的 我必须让自己表现得满不在乎 要克制要克制要克制 我不能让自己有这么多的需求 这几种方式通通都不要有 各位 因为这样做只会让你自己变得更焦虑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是第一步要心平气和地接受 期盼得到伴侣的关心和互动 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只是你的期待频率比常人高一点罢了 第二步 远离回避性恋人 回避性恋人的欲据寒影 也许会给你一种过山车般的酸爽感 让你觉得得不到的才是爱情 但是对于焦虑型的朋友们来说 回避性的恋人是永远无法给你幸福的 因为他们渴望自由独立 拒绝沟通 而你呢 又处处渴望得到回应 所以 遇到回避性恋人 就能走多远 就走多远吧 第三步 试着扩大你的择偶范围 不要过早锁定一个目标 先看看对方能否给你安全感 再考虑是否深入交往 通常来说 焦虑型的人喜欢很快就和对方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 在还没有足够了解的状态下 就被对方迷得稀里糊涂 甚至错误理解对方的信号 但其实 你可以不用那么焦虑的 要想想自己 能够和你建立亲密关系 给你幸福的人非常多 第四步 也就是最关键的最后一步 既然我们与回避性恋人结合 注定无法幸福 刚好此时 你又处于单身的状态的话 为何不给安全性恋人一个机会呢 这会大大的增加焦虑型的你 收获幸福的可能 安全性恋人会包容你的敏感 给你足够的关心 也许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样的爱情有些平淡 但对于焦虑型的你来说 风平浪静 其实才是你需要的爱情 好了 以上几点 都是针对焦虑型恋人给出的指南 我们说了 焦虑型恋人 一定要远远地避开 回避性恋人 针对这种一恋类型 又有什么招呢 接着往下听吧 生活中 常常会见到这样的人 他们非常独立 单身的时候 就过得有滋有味 恋爱的时候呢 往往也不对恋人过分地亲近 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乍一看 回避性恋人 似乎给我们一种酷酷的感觉 似乎他们总是那个 让别人心碎的人 但事实是这样吗 前面我们说 对依赖的需求 是刻在我们的基因中的 回避性恋人也是人 是人 就没有办法在感情方面 自给自足 他们表现出的巨人鱼千里之外 其实往往是因为 在上一段恋情中受伤 为了保护自己的玻璃心 筑起了一道心墙 同时 回避性恋人 回避性恋人 对情绪的理解能力比较差 导致他们常常无法满足伴侣的情感需求 伤害到爱的人也不知道 按咱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比较二 最终自己也难以获得美满的爱情 所以说那些看起来潇洒自由的 回避性恋恋的人们 也有自己的苦衷 那针对回避性恋人 本书作者也提供了判别方法 大家可以问问自己 你在失恋后 是不是总是恢复的特别快 在你的伴侣需要支持的时候 你是不是常常不知所措 你是不是情愿把自己的想法憋在自己的心里 而不愿意与伴侣分享呢 如果这些你都满足 那你的依恋类型就是回避性了 好了 假如你已经判定 你就是那种高冷的回避性恋人 下面这些招数可能就对你有用了 首先 你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回避 每当你刚开始和恋人靠近 就下意识地想逃离的时候 扫 收回你朝外卖 准备拔足狂奔的脚步 试着冷静下来 你会发现 哎 恋人间的亲密姿态 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恐怖嘛 甚至还有点甜 第二呢 就是尝试去学会依赖别人 你不需要什么事情都单打独斗 什么困难都自己扛着 其实你的恋人很希望 在你脆弱的时候给你肩膀 不管你平时是女强人 还是男超人 偶尔示弱一下 让对方感受你柔软可爱的一面 因为对方也希望为你付出 也需要感受到你是真的在乎她 在这样一段平衡的关系当中 你会发现 伴侣其实并不会像你担心的那样 影响你的自由 回避型恋人们 问问自己 你是不是经常喜欢消极地看待伴侣 比如挑剔伴侣身上的毛病 哎呀 他竟然没有剪指甲 太恶心了 天呐 看看又把衣服乱扔 是不是 你大概没有意识到 这都是你在为自己 不愿意亲近对方找理由 为什么不试着对抗这种本能呢 不妨把他身上的优点 让你心动的地方 和让你心怀感激地付出 列个单子吧 每次你想距他于千里之外的时候 想一想自己写下的那一些 是不是觉得 拥有这样的伴侣 其实也挺幸福的 应该知足常乐呢 第四点 也就是最后一点了 给自己找一个安全性恋人 作为伴侣 通过这两节的内容 我们能够感受到 焦虑型和回避型恋人 是天生的一对冤家 回避型恋人 让焦虑型恋人得不到满足 焦虑型的恋人 又让回避型的恋人 感到窒息 所以跟焦虑型恋人一样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性恋人 作为伴侣 让他作为你的小太阳 不过 如果你跟你的伴侣 一个是焦虑型 一个是回避型 并且你们已经步入了 婚姻的殿堂 难道我们说了这么多 这两个类型在一起的 不匹配不幸福 你们就该从此分道扬镳吗 其实不是哈 作者在书中也提出来了 一链类型是可以转变的 你们可以以接下来提到的 安全性恋人作为榜样 学习他们的行为方式 向安全性恋人转变 也是能够努力达到的 听了前面讲的内容 大家现在一定对 传说当中的安全性恋人 好感度爆棚了 感觉他们简直就像是小天使 能够安抚所有的人 没错哈 安全性恋人可以说是爱情当中的 楷模 他们在爱情当中如鱼得水 既不会过分冷漠 也不会过度粘人 他们不仅自己过得开心 还能够让伴侣也受益 研究表明 对感情满意度最高的 就是安全性恋人 而且他们身上还有一种缓冲效应 哪怕是焦虑型或者是回避型的人 跟安全性恋人在一起 也会感到快乐 你是安全性恋人吗 来回答以下的这些问题试试看哈 你觉得和伴侣亲近 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吗 你觉得依赖伴侣 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你对目前的感情关系满意吗 如果你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那恭喜你 你就是一位安全性恋人 但是先别着急开心哈 并不是说安全性恋人 就不会出现任何的感情问题了 作者认为 虽然安全性恋人 出现情感问题的概率低 但他们也有不一样的苦恼 那就是 他们有时候过于知足常乐 对感情问题较为迟钝 有时候和恋人的问题都很严重了 他们还没有发觉 从而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机会 针对这种问题 作者给安全性恋人提出了两种建议 第一 当你罕见的感觉到担忧 极度或者不安的时候 不要忽视这些信号 因为如果一向乐天的你 都能察觉到这些负面情绪 那很大的可能 是你的感情真的出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你要认真起来 和伴侣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后知后觉的 等待这些问题发酵的 更为严重 甚至是 无可挽回 第二 你可能需要思考和衡量一下 当你的伴侣做出不对的行为的时候 你是否对他过度包容了呢 虽说包容是感情的必须 也是安全性恋人 更能给对方幸福感的原因之一 但如果你的伴侣做出了触犯你底线的行为 比如恶语伤人 暴力 甚至出轨 这个时候你却不能够毫无原则地忍让 而是应该给对方画出底线 甚至分手 好了 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了三种类型的恋人 和各自的恋爱策略 相信大家 已经能够判别出自己属于是哪一种类型 并对自己的类型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不论你是刚刚我提到的哪一种依恋类型 这两个恋爱锦囊 都能够让你受益匪浅 在恋爱中 我们无时无刻不再和恋人说话 但你是否思考过 如果仅仅是交谈的话 称得上是有效的沟通吗 是不是有时候你会纳闷 怎么我向对方明白地说出一些想法后 对方并没有跟我促膝长谈 反而变得很冷淡 或者每当伴侣说 我们需要谈谈 你都特别地想躲开 这些问题 都是因为你们没有学会有效沟通 有效沟通指的是坦诚的 直接地向恋人说出你的情感需求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是坦诚 也就是说 把你的情感需求真诚地表达出来 别藏着掖着不好意思 比如你是焦虑型 你想要形成一种非常亲密的恋爱关系 那就把这个需求说出来 不要怕对方嫌弃自己而不敢说 如果对方可以满足你 那直说出来能够帮助对方明确你的需求 而对方确实满足不了你 那早日结束这段恋爱 不是比在不合适的人身上空耗时间更好吗 第二个关键点是直接 也就是说 表示需求的措辞要直接 不要通过讽刺 批评 阴阳怪气等等婉转的方式去表达 比如说 如果你希望伴侣能够多陪陪你 那就直接跟他提出来 而不要在朋友圈转发 醒醒吧 女孩子 男人都靠不住 你要学会坚强 拜托 这样曲折的方式 直男怎么能get到呢 get到的话 他也往往会因为受到了指责 而不愿意去满足你 那么具体来说 到底该怎样打造一段有效沟通呢 作者就为我们提供了三点建议 第一 要明确你的需求 再次的强调这一点 首先我们要搞懂自己想要什么 而不要紧紧的跟伴侣抱怨 我们不要什么 明确提出自己的愿望 伴侣才好去满足他 第二 对话重点是你的需求 而不是指责对方 多用我开头 比如 我希望你能每天晚上和我打个电话 我需要工作的时候不受打扰 而不要用你开头来指责对方 比如说吧 很多人经常都会用到的一些语气词 你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呢 不想过就分开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粘活啊 从事受到恋人的责备 谁都很难去心甘情愿地正视他的问题并做出改变 第三 在明确了你的需求之后 要把你的需求具体化 不要泛泛而谈 比如你要说 我希望你能够每天晚上跟我打个电话 而不要说 我希望你多爱我一些 在明确提出需求的时候 你需要把需求提得更具体一点 这样对方才有头绪 知道应该如何改进 不论你是哪一种依恋类型 我们都对感情有着美好的憧憬 对恋人也有着这样那样的需求 当你有需求的时候不要怕 用有效沟通的方式 大胆地把它表达出来吧 这样才能推动你在这段恋情当中的满意程度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日常的琐碎生活就是一地鸡毛 想要没有摩擦 没有争吵 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何面对争吵并处理好矛盾 就成为每一对情侣的必修客 本书作者告诉我们 对于情侣之间的争吵 其实不需要感到害怕和恐惧 觉得吵架会伤害伴侣间的感情 相反呢 如果争吵是以恰当的方式进行的 那反而有可能成为两人关系进步的契机 毕竟争吵是两个人提出问题 并解决问题的机会 如果你能把握好这些机会 每一次争吵过后 你和伴侣之间又少了一个问题 你们的感情反而会更进一步 那到底该如何科学吵架呢 作者提出了五点原则 第一 吵架的时候 你要把对方放在心上 作为情侣 我们平时都是互相爱护的 但到了吵架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就会过于执着于自己的观点 而忘了争吵的另一边 是你最亲爱的恋人 作者告诫我们 哪怕在争吵的时候 也不要把对方当仇人 而是把对对方的关爱放在心上 当双方都感受到对方 其实还是关爱着自己的时候 争吵就不会向恶性的方向发展 比如你爸跟你妈大吵一架之后 赌气谁也不说话 但是你爸爸出门打麻将回来 也没有忘了给你妈带一把 今天晚上炒菜要用的葱 第二点 别跑题 别翻旧账 比如说你的伴侣答应了洗碗 却没洗 那你们的争吵就应该仅仅限定在 洗碗这个问题上 而不应该把对方之前忘记洗衣服 倒垃圾等等的旧账一起翻出来 第三只针对具体的问题争吵 而不要把问题上升化概括化 还拿忘记洗碗的例子来说吧 两个人只争执洗碗问题就好了 而不要上升到你这个人 怎么永远都这么懒 我嫁给你 真的是受了一辈子的窝囊计 这样的高度上 上纲上线 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保持争执的话题小而具体 才有利于真正的解决问题 第四 保持参与不要冷战 虽然争吵让人头疼 当问题确实发生的时候 两个人吵上一架 把话说开 其实也是此时能够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 而如果你选择逃避 比如一吵架就去找哥们喝酒 或者是一吵架就回娘家 这样一个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日渐累积 会成为埋在你们日后生活当中的定时炸弹 第五 在争吵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使用上一节介绍的有效沟通 用恰当的方式表达你的需求 两个人的冲突也就能更好更快地解决掉 因为通常我们对对方感到不满 大多是因为对方没有做出我们需求的行为 或者做得不好 没有达到我们的需求 科学的争吵是讲究门道的 它不但不会损害 反而还对促进双方关系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你学会了吗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了 在今天的这一本书里 作者总结了大量的新进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恋爱关系当中的依恋理论 它将人们划分为三种不同的依恋风格 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过的焦虑型 回避型和安全型 并且介绍了每一个类型的心理特点 和在恋爱当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更详细地介绍了 每种类型的人应该如何提升自己 在恋爱当中的表现 此处作者还为我们介绍了 有效沟通的方法和科学的吵架方法 教你在恋爱当中诚实地表达自己 并且合理地解决恋爱当中遇到的冲突 好了 读懂恋人心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读懂恋人心 为你的爱情科学保鲜 哦 我觉得很诚心 kanske 随意误